所有人都说江云朔爱惨了我 曾经的我也这样觉得 毕竟他为了我从一无所有的农村男孩 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公司总裁 可某天 我在他常玩的游戏论坛里 看见了他的发言 老婆怀孕了 屁是真多 好烦 每天睡觉像死鱼 没劲 他的兄弟在下面回复 江哥这是炫耀自己要当爸爸了 滚 江云朔回得快速 谁爱当谁当 现在看到许欣欣那张哭哭啼啼的脸就烦 怀个孕而已 真把自己当公主了 哥 你不会是产前焦虑吧 有人不信他的话 毕竟以往 他真的做足了爱我的模样 不是很期待这个孩子 谈不上产前焦虑 群里瞬间炸起一锅粥 这是舔狗觉醒了 我就说 这种家境富裕的女孩子 就是事多 该给她们点颜色瞧瞧 这不是日日教训 都怀上江哥的娃了 发出这条信息的人 配上一个猥琐坏笑的表情 好像这是一件很得意的事情 大家纷纷附和 对啊 江哥走到现在 靠的都是自己 许欣欣还真当时靠他家 江云朔好像很享受这种恭维 继续贬低我 许欣欣有一点好 家教极严 纯得不行 一亲脸就红 这种人最适合当老婆 众人调笑着 肆意地评判着我 突然有人问江云朔 江哥 你新招的秘书 真是个游物 要不要介绍给我们哥几个 谁知江云朔突然恼了 直接一串语音发来 找死 老子劝你别动歪心思 说完这话 江云朔下线了 我的心如坠冰窖 仿佛有千万把刀子 在凌持着我 眼睛从眼角滑落 七年的爱意 没想到都是装出来的 他可以和别人 肆意地评论侮辱我 却看见有人 一想他秘书时 如扎毛的攻击 发出尖叫报名 爱与不爱 利剑分晓 我一直以为 江云朔是爱我的 毕竟这七年 为了追我 我的所有事情 他都视无巨细 一一过问 为了娶我 他付出了许多 也牺牲了很多 爸爸质疑他 认为他配不上我 他就凭着自己的努力 拿下了全国新能源 汽车设计大赛的金奖 终于获得爸爸认可 出钱为他创办了公司 我的身体因为体弱 不适合怀孕 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有小孩 而他作为农村家里 唯一的男孩 却一遍遍地告诉我 不管有没有小孩 他都只要我 婚礼现场 他哭得颤抖 发誓要一辈子待我好 为了怀上孩子 吃药 打针 电疗 能试的我都是了 针打在身上的时候 他总比我先哭 他说 欣欣 不要孩子了好不好 我舍不得你受苦 当得知我怀孕之后 他激动得满脸通红 在医院的长廊上 他一遍一遍地亲吻我的额头 我以为 这个孩子会是上天的礼物 见证我们炽热勇敢的爱情 可没想到 怀孕三个月 一切都变了 也许不是变了 姜云硕一直都是那样 只是我被爱情蒙蔽了双眼 看不真切罢了 我要去找他 当场问个明白 到达公司后 他不在 有人告诉我 他和许秘书出去了 我朝他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起后 他秒接 男人低沉悦耳的声音传来 欣欣 怎么了 我在外面开会 今晚按时回来 你想吃什么 我回来做 他一如既往的温柔体贴 将我所有的怒气 全都打回肚子里 话语几次 在喉咙中流转 我竟没有开口的勇气 喂 欣欣 怎么了 怎么不说话 是身体不舒服吗 江云硕的声音有些焦急 我马上回来 欣欣 等我 我冷静片刻 克制住所有的怒气 缓缓开口 没事 就是想你了 你早点回来 嗯 男人的声音变得愉悦 我也想你 一道甜蜜的女声 突然响起 江总 电话打完了 大家都在等你 江云硕的语气 有些不悦 朝他淡淡地回 来了 你先忙 我在家等你 挂掉电话 我回了家 在脑海里 不断地复盘着 所收到讯息 自我怀孕后 江云硕每日按时下班 有时还会提起 对我更是无微不至 电话24小时待机 这样细致无微的人 怎么会说不爱 就不爱了 也许 真的是我运气多疑 江云硕在网上说的话 确实过分 我不会轻饶他 但我不能仅凭自己的推断 就给江云硕判了死刑 至少 我要亲口听他说清 欣欣 我回来了 男人西装革履 手上却提着个粉色的蛋糕 图案是我最喜欢的路比 他笑得一脸开心 欣欣 看 我给你买了 无糖草莓蛋糕 你最近心情不好 吃点甜会开心 他上前拥抱我 在我额头亲吻一口 温柔宠溺 别吃太多 晚上我给你做糖醋小排 他自然地脱掉西装 换上围裙 朝厨房走去 我望着他的背影 很难将如此真实的江云硕 与网上那个恶意评判自己的人 联系在一起 你今天去哪儿 去合作方公司谈项目了 江云硕有些好奇 欣欣 你怎么突然关心我 我打断他 和谁 和我的秘书秦璐 他回答得坦然 毫不心虚 我直直望向他的眼里 试图找到心虚的踪迹 他眨巴眨巴眼 一脸坏笑地回望我 老婆 你这样 让我很想亲你 说完 他就抬手关了火 朝我低声吻了下来 一吻结束 他有些意乱 欣欣 你今天好乖 我的心泛起丝丝酸涩 江云硕 你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他目光定定 回答干脆 有 我愣住 以为他要向我坦白 今日论坛的事 他却笑开了 低头吻了吻我的眼睛 老婆 我真的好爱你 吃过晚饭 我躺在床上 久久不能入眠 江云硕将我紧紧搂在怀里 我眯眼回忆着一切 凌晨一点 江云硕的手机响起 他起身关了 江云硕 楼上突然响起一个压低声音的女声 江云硕猛地坐起 突然意识到可能惊醒我 朝我轻患 心心 心心 我紧张地控制着眼皮 不让江云硕发现我已经苏醒 他捏手捏脚地走出卧室 跑到阳台 将电话回拨 秦璐 你疯了是不是 江云硕控制住怒意 压着嗓音 要是吵醒了我老婆 信不信你弄死你 我站在卧室背后 透过门缝 努力听着他们的谈话 全身瞬间冰冷 仿佛有上千只手扼住我的咽喉 让我痛苦地发不出声音 江云硕真的出轨了 许欣欣 女人又压低了嗓音 在楼下喊了我的名字 声音里带着调笑和得意 我从门缝里 看见江云硕顿时变了表情 愤愤狂躁 他朝楼下望去 忍着怒气 做了个噤声的动作 随后穿上外套 朝楼下走去 我想要跟上去 大声地质问 却发现此时的自己 浑身颤抖着 没有力气 瞬间跌倒在地 我捧着肚子 眼泪成串流下 瞬间模糊了我的视线 为什么做错的人不是我 我却这么伤心 我不甘心 我努力扶着墙壁站起 我要去看看那对狗男女 到底在干什么 我拿上酒瓶 朝楼下冲去 江云硕一把扯过穿着黑色蕾丝吊带裙的女人 声音恶狠狠 秦璐 你探马够了 当小三上瘾了 女人秦笑着摸上江云硕的喉结 笑得恶劣 江总 你老婆喜欢那个粉色鹿笔蛋糕吗 她是不是吃得一脸甜蜜 若是让她知道 我叫秦璐 那个鹿笔蛋糕 是我送上门的挑衅 她会不会把孩子都气掉 够了 江云硕将女人猛地抵在车上 许欣欣很单纯 你不要骚扰她 秦璐笑得开怀 好一朵纯洁的白莲花 江总 白莲睡久了 也来尝尝我这朵烈焰玫瑰吧 江云硕猛地吻上她的唇 堵住了她还要开的口 一吻结束 女人软倒在她怀里 她一脸艳足 满意开口 还是你带尽 家里那个太木了 你乖一点 别惹许欣欣 她爸手里还握着我公司的生机 我也不会离婚 我和许欣欣是有感情的 这辈子 她是我唯一的老婆 你听话 认清定位 你想要的 我都给你 女人将头埋进她的怀里 乖乖点头 看着这对狗男女 我的指甲陷进肉里 手里拿着的红酒瓶 被我狠狠捏紧 我内心一遍一遍地问自己 要冲上去打他们吗 在这个深夜 歇斯底里的质问江云硕 为什么出轨 然后把所有睡梦中的人都吵醒 让他们同情或嘲笑一个怀了孕的女人 最后得来一句 可怜的女人 我不会让自己处于这样的境地 况且这样 太便宜他们了 江云说 你等着 既然你要玩弄我的真心 那我就陪你玩到底 看看最后 是谁输不起 渣男贱女 就应该捆绑在一起 埋进土地 江云硕捏手捏脚地开了门 没有开灯 我悠悠地坐在沙发里 她回头转身 看见我的那一瞬 表情一踩分成 要是瞬间滑落在地 我面无表情地提醒 钥匙掉了 她颤颤巍巍地捡起 好扮上才故作正经地开口 老婆 你怎么起来了 睡不着 我揉揉眼 眼睛红肿 随后抬头 泪眼婆娑地望向她 强忍着恶心 伸手拽住她 很小的一块衣袖 小声撒娇道 你刚刚去哪了 我醒来看不见你 有些害怕 江云硕 你不是想玩吗 那我陪你 秘书刚刚来找我 江云硕试探地开口 有个重要文件 需要我签字 明天一早竞标 所以我刚刚下了楼签字 你看见了吗 我摇摇头 一脸无辜 她伸手 想要将我抱入怀里 女人浓烈地香水未袭来 我捂着鼻子避开了 你身上什么味道 臭死了 江云硕猛地后退几步 有些尴尬 可能刚刚依着垃圾筒签文件 身上染着味道了 我这就去洗澡 洗完澡 江云硕上床 想要搂着我睡觉 我故作恶心 呕了一下 她慌了 欣欣 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我也不知道 你的身上有股 若有若无的味道 我闻着恶心 我垂眸 神字会名 江云硕 别碰我 真恶心 眼角却莫名地泛了红 七年时光 到底是人心 报复江云硕的时候 又何尝不是在一遍一遍地 凌迟当初深爱的自己 我抬头 满脸歉意 老公 对不起 我也不想的 你去睡客房好不好 我好难受 江云硕又低头闻了闻 试探地问出了口 欣欣 你有什么事情告诉我好不好 我心慌 我甜甜地笑了 没什么事呀 老公 你快去睡吧 为了我们的孩子 委屈你了 欣欣 我不委屈 她无奈地摸摸我的头 随后一本正经地补充道 老婆晚安 我爱你 我笑着点点头 朝她挥了挥手 快去睡吧 我强忍着泪珠 一夜无眠到天明 第二日起床 江云硕没有去客房睡觉 而是拿着垫子 铺在了卧室的门口 守了我一晚 我不觉有些好笑 江云硕 深情得戏码严久了 你别真的爱上了 我为了江云硕 制定了一场详细的计划 既然玩弄感情 那我让她对我捉摸不透 患得患失 最后越陷越深 我还要让她在不知不觉中期待 期待这个孩子的到来 然后彻底击碎她的幻想 她享受着我爸的资源 却不要脸地高呼 全凭自己 真是可笑 我要让她知道 真正地靠自己 成功有多渺茫 老公 我做了一个梦 梦到你不要我了 我红肿着眼睛 打开卧室的大门 这是不是预示着什么呀 我死死盯住她的表情 企图发现她的心虚 她呆愣片刻 随后立马手掌并拢 朝天发誓 心心 我对天发誓 我这辈子 只爱你 我永远也不会放开你的手 她垂眸宠溺地看着我 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吗 我皱眉摇了摇头 还不够 还不够 江云朔重复我的回答 有些无奈 那老婆想怎样 你的视眼没有堵住 我看着她的眼睛 笑得恶劣 江云朔 江云朔重新举手 再次补充 如果我违背这个誓言 就让我此生永失所爱 碌碌无为 含恨而终 行吗 老婆 我点点头 答 够了 江云朔突然反应过来 表情有些不自然 她说 欣欣 我这辈子都不会放开你的手 我被逗笑 再次点头 江云朔 这是你自己发的誓言 老天爷 请你一定做好见证 辜负真心的人 总要得到报应 我拉着江云朔 和我一起 为宝宝的道来做着准备 老公 我们一起来写迎接宝宝的倒计时日记 我买了许多孕妻知识 合产后育儿书籍 逼着她一人全部看完 讲给我听 她看得认真 拿着纸笔记录 不懂的地方 还贴满便利贴 了解完后 她默默地为我替换了孕妻专用的软毛牙刷 变招法替我烹饪防孕土食谱 陪我做孕妻瑜伽 事无巨细 俨然一副好老公做派 她总是在某个瞬间 突然想到一个注意事项 然后满意欢喜地给我科普 老婆 你知道吗 等五个月的时候 宝宝就能听见我们说话了 到时候 我要每天给她讲故事 告诉她 爸爸妈妈很爱她 我笑着点点头 并不作答 她问我 给小孩取什么名字 我说 都听她的 于是连续半月 汉语词典不离手 这些天 她选了数十个名字 又都一一否定 江爱新 江家和 江可乐 但她不觉得疲惫 越来越沉迷 半月后 她挠挠头 欣欣 我竟然觉得 什么名字都配不上我们的孩子 怎么办 我一筹莫展 我答 没事的 慢慢想 离孩子出生 还有四个月呢 我心里暗暗讽刺 江云说 你慢慢想吧 不管你取什么样的名字 最后 都用不上的 江云说 每日都在迎接宝宝的倒计时日记里面记录 倒计时二百天 妈妈今天孕土了好几次 爸爸好心疼 你乖一点好不好 等你出生了 爸爸带你去迪士尼 倒计时一百六十二天 宝宝 你今天第一次踢我了 我突然意识到生命的伟大 也开始幻想你出生后会是怎样 宝宝 爸爸妈妈爱你 倒计时一百四十九天 宝宝 爸爸今天给你讲的是白雪公主的故事 你好像不太喜欢 没有给我回应 那我明天把故事换成唱歌好不好 倒计时一百四十三天 宝宝 我开始给你布置卧室了 你喜欢什么颜色 我亲自为你设计了一款蓝色宇宙的星空顶 等做好了 你一定会喜欢的 怀孕六个月 江云说已经完全沉浸在好老公好爸爸的人设中 不能自拔 这些天 秦璐也乖得不像话 但这不是我想要的 于是我撒娇求着江云说 想要吃鹿比蛋糕 还强迫他拿着手机 发了条朋友圈 配文 永远爱老婆 鹿比好可爱 照片里 江云说捧着蛋糕 我躺在他怀里 笑得单纯 果不其然 江云说的电话 在三分钟后响起 他转身去了厕所接听 秦璐 你有完没完 我伸手将蛋糕摔在地里 很好 鱼儿上钩了 江云说接完电话 眉头紧锁 在看见我望着他后 立马换了表情 欣欣 公司突然有事 我现在得出去一趟 一会就回来 我笑了笑 抬头问 很急吗 他脱掉家居服 一脸抱歉 公司有笔业务 很急 我眼神戏谑 江云说 你在撒谎 你说谎时总是故作正经 眼神乱挑 他的眼神又一次闪躲 慌张无措 随后无奈地摸摸我的头 别闹 欣欣 真有事情 我一下笑开了 逗你的 看你急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 你在外面真的有人了 我上前理了 理他的西装外套 满脸笑意 快去吧 别让人等急了 嗯 欣欣 我处理完就回来 晚饭我陪你 我笑看着他离开 没有回答 他是有多急 才没有发现我微红的眼眶和蛋糕摔得满地狼藉 不出所料 一直到日暮西斜 江云朔也没有回家 而我的私人侦探却传回了他开车直奔酒店和秦璐见面的视频 视频里 秦璐穿着吊带睡衣 朝在江云扑去 这么久不见 有没有想我 江云朔却满身怒气 一把掐过秦璐的脖梗 我有没有警告过你 不要打电话到家里 你如果再不听话 信不信我弄死你 哈哈哈哈 你舍得吗 秦璐媚眼如丝地看着江云朔 当初是你同我说 你的老婆出身高贵 十分端庄作作 你追了她七年 讨厌死了她那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你还恨她的爸爸 恨她看不起你 明明你付出了许多努力 却最后只在投资方嘴中得到一句 要多亏你找了个好老婆 有个好岳家 完全抹杀了你全部的努力 你讨厌所有人都看不起你 是你喝醉酒拉着我 求我宽慰你 你现在都不认了 现在想和许欣欣在一起 开始期待当爸爸了 江云朔眼神暗了一瞬 仿佛真的在思考 这些天 自己好像真的无时无刻 不再期待着这个孩子的到来 幻想着同许欣欣白头到老 他想不明白 一杯酒一杯酒地往肚里灌去 我看着视频 胃里一阵翻腾 江云朔 原来在你眼里 我们全家人都对不起你 你那可悲的自尊心折磨着你 你就要把它变成伤害我的力气 晚间是二点 门铃响起 我打开门 看着江云朔喝得醉熏熏 扭扭歪歪地握倒在秦璐怀里 江云朔抬眼看见了我 立马从秦璐怀里弹起 满脸委屈 老婆 公司应酬 不小心多喝了酒 别生我气 说完亮呛着 就要上手拉我 我后退一步 捂着鼻子 有些嫌弃 秦璐一把搂过江云朔 语气暧昧 眼神直直地看向我 多大的人 怎么还撒娇 像个小孩 江云朔眼神迷离 盯着秦璐看不真切 温柔地唤了声 欣欣 我强忍住胃里的翻腾 事实开口 老公 你看清楚 我在这里 江云朔猛地回过神 一把推开秦璐 老婆 我错了 我喝多了酒 没看清 不好意思 徐小姐 江总刚刚是为我挡酒 才喝多的 我替他向你道歉 我静静地看着他 接受着他的挑衅 随后一脸平静地 望向江云朔 等待他的回应 老婆 你别误会 江云朔又一次推开了秦璐 这一次用力过猛 秦璐跌倒在地 秦璐有些猛 眼神愤恨地看着江云朔 我连忙一把拉起他 真是的 江云朔 你怎么不懂怜香惜玉 妹妹快回家去吧 等会我替你收拾他 说完我抬腿进了屋里 江云朔一把关门 立刻跪了下来 老婆 对不起 你别误会 我回头笑看着他 老公 你怎么了 不就是公司应酬喝了酒吗 你至于下跪吗 这样看上去 好像犯错的渣男 江云朔跪握着向我爬了过来 抱着我的腿 语气委屈 老婆 你没生气就好 我真的好爱好爱你 没有你 我真的活不下去 我没说话 只是摸摸他的头顶 江云朔 你的满嘴深情 真让人恶心 江云朔醉酒睡得太死 没有发现这一晚 我都静静地坐在沙发里 等待他的苏醒 明天一早 会有一场大戏 他的手机一遍遍地响起 又被我一次次地关停 可想而知 秦禄在电话对面 有多么暴力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的时候 江云朔终于睁开了眼睛 老婆 她的声音低沉沙哑 显然还在完全苏醒 江云朔 我的声音哽咽 眼泪止不住地滑落 江云朔顿时慌了 一把做起 伸手就要抱我 欣欣 怎么了 我狠狠打开她的手 含泪指着她的脖梗 一言不发 她不明所以 内心却有些慌了 起身走到镜子前 那上面 有两处红痕 老婆 你听我说 江云朔不要命地搓着脖子 这是酒精过敏 我摇摇 我摇摇头 不说话 倔强地盯着她 眼泪滴大 别哭 她朝我走来 我拉开她的衣服 露出她的皮肤 上面是指甲划过的血痕 她愣住了 不知如何说 是秦璐 我的鱼里全是痛苦 试图让她给我一个答案 她瞬间失神落魄 双眼通红地跌坐在地 老婆 我错了 你杀了我吧 呵呵 江云朔 你真敢说 我问她 多久了 她神色悔恨 但说出口 却依然满嘴谎言 欣欣 我不知道 我昨晚喝醉了 我不知道她怎么对我下手 你要相信我 我平时都不会多看她的一眼的 我马上把她辞退 你相信我 昨天我真的是喝多了 我死死地盯住她的眼睛 试图找到心虚 但她神色坦荡 仿佛真的是醉酒而已 老婆 对不起 我捧着肚子 浑身颤抖着 跌跌撞撞地后退 仿佛站不稳 我装着肚子很疼的样子 江云朔急得不行 立马扶起我 眼眶通红 拨打120的手有些颤抖 出门的时候 更是因为慌乱跑掉了鞋 我心底冷笑 江云朔 自己步得擒王 终是把自己困住了 我想要去医院 这个家 我是一分钟 也待不下去了 我讨厌 每晚假惺惺的 和江云朔 躺在一个床上 这平白叫我恶心 虽说是装的 但真到医院的时候 医生却说 我情绪过于激动 孩子在我肚子里 有窒息的危险 让我这几天在医院 好好休养 爸妈文言都赶了来 他们不知道 我和江云朔的情况 妈妈在看到江云朔 满身狼狈的时候 还一脸心疼 好孩子 你怎么鞋子都跑掉了 要我说 你就是太宠欣欣 都忘记顾自己 爸 妈 江云朔声音哽咽 是我没照顾好心心 爸爸看着我 躺在病床上 一脸心疼 宝贝 哪里不舒服 平时什么都不给爸妈说 让你回家 我们照顾你 你也不同意 你看看 现在把自己搞成这样 让人心疼 爸 我没事 为了不让爸妈担心 我没有把我和江云朔的事情 告诉他们 爸爸心疼我 怒瞪江云朔一眼 语气严厉 工作在忙 你也要把心心放在首位 我知道你们公司最近合作遇到了麻烦 我已经给林总打了招呼 他到时候会帮你 江云朔拳头捏紧又松开 随后露出讨好的笑 知道了 爸 我打量他的表情 爸爸为他摆平了工作 他依然一副受辱的表情 真矫情 心里泛起一股酸涩 爸爸妈妈为了我 付出好多 欣欣 有什么事情都要告诉爸爸妈妈 不要憋在心里 妈妈抚摸我的额头 我和爸爸永远是你的依靠 知道了 我低头 满脸愧意 江云朔这些天都一直守着我 每天变招法地给我做营养餐 公司也不去了 就在医院办公 医院的护士们艳羡 徐小姐 你老公对你真好 又帅又多金 还这么痴情 我笑笑 依然对他却爱搭不理 他说 老婆 我已经把秦禄辞退了 以后我一定好好弥补 我不点头 也不摇头 江云朔 我早已不信你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这些天 我始终霸占着江云朔 秦禄已经快半月 没有见他了 听我的线人说 秦禄终于耐不住性子 要来医院找我了 冷脸带了江云朔半月 是时候给他点好脸色了 毕竟希望越大 后面落差才更刺激 啊 疼 我捧着肚子 在床上痛叫出声 怎么了 欣欣 江云朔文言 立马放下手头的工作 朝我走来 满脸焦急 没事 他踢我有些疼 我红着脸 泪眼婆娑 望向他 突然软了语气 宝宝 还有两个月 就要出生了 我不想他一出生 家庭就不完整 我哽咽着 眼泪顺着脸颊滑落 我们不要闹了好不好 江云朔眸色微动 听了我的话 瞬间红了眼眶 他轻轻唤我 欣欣 我拉过他的手 牢牢握住 语气哀求 江云朔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我们 重新开始好不好 好 他声音哽咽 俯身将头 埋进我的脖梗 温热的眼泪 大滴大滴地 滑落在我锁骨 他说 老婆 谢谢你 谢谢你原谅我 我们重新来过 我伸手抚摸他的头 动作温柔 但内心却无比激动 江云朔 我们没有以后了 老公 我和宝宝 想吃沉寂的包子了 你去买好不好 好 江云朔 吻上我的额头 又低头吻吻我的肚皮 宝宝 你出生后 也是只小蝉猫 此时的江云朔 笑得像个孩子 秦璐化着精致的妆 手捧粉色玫瑰 提着陆笔蛋糕 静止走到我的房间里 许小姐 我来看你 他笑得明艳 眼里有些许得意 我并不搭理 认真追着我的剧 许小姐 她走到我的跟前 挡住了电视屏幕 随后朝房间四周望了望 好像在找人 怎么没看见江总 她不是寸步不离地守着你吗 我不回答她的问题 伸手拉了拉她 麻烦让开 你挡我电视了 许欣欣 她被我的态度彻底激怒 你怎么这么平静 我不信你不知道 我和你老公之间的关系 你在得意什么 我揉揉耳朵 四处张望 哪里有狗叫 秦璐气急 一把照片扔我脸上 你好好看看 这些都是你老公 和我睡觉的证据 照片里全是两人赤身裸体 犹如风化 我余光轻瞟一眼 立刻移开眼睛 那又怎样 只要江云朔不和我离婚 你永远都是小三 都是因为你 江云朔才要和我断了联系 她好狠的心 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 竟然找人把我绑离这所城市 可她不知道 我也怀了她的孩子 她又是一打运检报告 扔在我的身上 我爱她 愿意为她低头 你呢 你只会高高在上 除了钱 许欣欣 你哪点比得上我 她在病房歇斯底里 大家听到动静 立马围了过来 掐着时间 江云朔快回来了 是时候表演了 我将追的剧按下暂停 低头酝酿情绪 抬头瞬间 眼底全是委屈 我颤颤微微地蹲下 开始捡地上的照片 嘴里喃喃自语 不 我不相信 可我的手太抖了 照片从我的手中滑落 飘向门口看热闹的人群 众人唏嘘 纷纷对秦璐指之点点 疑 真够恶心 小三上门挑衅原配 都这么理直气壮 真是活久见 小三也没原配好看 这男人是傻缺 听着众人的议论 秦璐慌了 他指着我 大声质问 你装什么 我捧着肚子 失神落魄 气不成声 门外急促的脚步响起 江云朔慌乱的声音传来 发生什么事了 吃瓜群众没有回头 只是顺口答了句 小三上门挑衅原配 快来看戏 江云朔手里的东西 应声倒地 大家回头一看 才发现 竟然是照片里的男人 呸 有人朝他吐了口水 不要脸 但他全部在意 看着坐在地上的我 满脸惊恐 他试探着想要叫我的名字 几次开口 都发不出声 我抬眼绝望地 望向他的眼底 江云朔 我们完了 声音决绝无情 医生和护士及时赶来 制止了这场闹剧 爸妈了解完事情经过 看向江云朔的眼里 全是怒气 我被医生强制安排了各种检查 完美避开了江云朔和秦璐的拉扯 他们的结局 我不关心 曾经我也纠结过 要不要这个孩子 可医生说 我的身体很难受孕 若是打掉这个孩子 这辈子都当不了妈妈了 我还是下定决心要打掉他 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 我突然感受到宝宝踢了我的肚子 医生说 这是孩子的感知 他在向我求救 让我再考虑考虑 我第一次真切地感知到肚子里面的生命 我放弃打胎了 即使和江云朔离婚 我也要留下这个孩子 这是我的宝宝 我会竭尽全力 给他我所有的爱 后来 我开始计划 如何一步一步 利用江云朔的愧疚心 让他同意和怀有身孕的我离婚 我想我快做到了 欣欣 我错了 江云朔在我的门口站了五天 只靠喝水冲击 胡渣长满全脸 看上去很狼狈 还有俩月我就要生产 我必须在这期间离婚 江云朔 别糟蹋自己 回家去吧 洗个澡 吃顿饭 我平静地看着他 等你弄完 我们谈谈 江云朔狠狠点头 仿佛被主人捡到的流浪小狗 看向我时 满眼星星 以前我就是被他这副模样迷的神魂颠倒 可现在不会了 江云朔收拾得很快 半个小时就又回来了 我猜他没有回家 也没有吃饭 只是去附近的酒店换了衣服 但这些都不是我关心的 坐吧 江云朔浑身无措地坐在了我的对面 没敢开口 我从包里拿出离婚协议 推到他的面前 他瞬间红了眼眶 态度笃定 欣欣 我不会离婚的 江云朔 我换他 这些天 宝宝日记你 还有血吗 欣欣 如果没有这件事 我们一家三口 一定会很幸福的 江云朔 我恨你 是你毁了这一切 欣欣 是我的错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我流着泪 哽咽着 江云朔 是你自己没珍惜 他瞬间愣在原地 我哑着声音继续开口 江云朔 求你 把你的心疼干净 我的心已经疼干净了 里面只有你 他着急解释 随后又好像明白了什么 满怀期待地问我 欣欣 是不是我的心疼干净以后 我们还有可能在一起 我沉默好久 才缓缓开头 爱在行动里 如果你对自己有信心 你会牵的 他接过我的笔 沉思了半赏 终于签了字 他说 他会用行动证明 证明他爱我 此生非我不可 还将所有财产 都画到我的名下 他净身出户 我不有冷笑 江云朔 你可真自信 在爸爸的帮助下 我们很快离了婚 之后 爸爸给我转入到 另外一家医院 江云朔在海市 发了疯的找我 可再也找不到了 我没有再关注他和秦璐 毕竟我想要的 都已得到 一年多后 小宝周岁 我也顺利成为 清北大学的研究生 爸妈也把公司业务 慢慢转移来了金氏 我们一家四口生活在一起 真的很美好 小宝可爱 有钱有盐 一切都有盼头 曾经的大学同学方雪 来金氏出差 突然在人群里看见了我 连忙上前拉住我 许欣欣 真的是你 你现在变得好漂亮 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 让人看上去 舒服坦荡 方雪挠了挠头 哎呀 我也说不上来 我笑着打去他 就你会说话 他仔细打量我 惊叹过后 变了语调 小心地试探我 欣欣 江云朔找你都快找疯了 我们都以为 你是躲起来独自疗伤 没想到你是手拿大女主剧本 直接逆袭了 江云朔这个凤凰男 真的活该 当初我们还磕你们的CP呢 真是走眼 你这朵高龄之花 就该独美呀 你真的好酷 谢谢夸奖 我被方雪逗笑 欣欣 我真的好想看到 江云朔吃瘪的模样 你不知道这一年 他到处找你 他出轨的秘书 还跑到他的公司里闹 说他怀孕了 双胎 要江云朔负责 江云朔也奇怪 不反驳 任由他闹 后来秦璐 自己踩着砸碎的花瓶摔倒了 血流了一地 孩子当场没了 江云朔冷眼看着 随后笑得癫狂 好吓人 现在他公司都垮了 曾经你爸介绍给他的合作方 在你们离婚后都撤资 他找了我们好多同学借钱 疑 真唏嘘 我懒懒地听着 江云朔的一切早就与我无关 可听着他这一年的经历 心里除了暗爽 还有些酸涩 曾经那个炽热开朗 奔着烈日向我跑来的少年 终于和我渐行渐远 被世俗打倒了 我与方雪一同吃了晚饭 他提议和我合照 随手转到了他的寝室群里 出差金氏偶遇细化 真漂亮 赚到了 不出意料 江云朔闻着味找来了 许欣欣 他站在教学楼下 一脸深情地望着我 手里提着一个布包 路过的人纷纷驻足 都回头打量他 毕竟这种阴郁 附黑系帅哥的神言 很难看到 我想要无视他 他追上来 拉住我的手腕 欣欣 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是真的知道 错了 我和他只有一次 后面是他一直缠着我 威胁我 那个时候 工作很忙 你又怀孕了 我处理不过来 一直被他牵着鼻子走 欣欣 我说过 我只爱你 求你别丢下我 我冷眼看着他 江云朔 我给过你机会的 是你没珍惜 欣欣 我们七年感情 你能不能好好 想一想那些回忆 我们是真的爱过呀 七年 我们恋爱结婚生子 我不信你不在乎 你想想我们的感情呀 江云朔痛哭流涕地哀求 我轻哼一声 冷笑着望尽他的眼眸 当你在群里肆意评判我 一正言辞地说着 不期待这个孩子的时候 你没有想过我们的感情 那个夜晚 你和秦璐拥抱热闻的时候 没有想起我们的感情 在我开心地吃着 露笔蛋糕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很得意 你出轨一次又一次 没有想过我们的感情 欣欣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江云朔红着眼 颤抖着从包里 拿出他写的宝宝出生的 倒计时日记 一脸哀求 欣欣 我是真的爱你 我是真的期待这个宝宝 你看 我们的日记 我接过一把摔碎 这虚伪又可笑的日记 你不嫌恶心 你走吧 别再出现在我面前 若是你真爱孩子 就别纠缠 这副要死要活的样子 只会给他丢脸 回去后 好好工作 你若重新活的像样 我就让你见孩子 江云朔捡起地面的碎纸 哑着声问我 欣欣 我们还有以后吗 我没有回答 他喃喃道 那我现在就回去 努力工作 早点重新开始 江云朔将碎纸抱在怀中 一脸稀迹地问我 欣欣 小宝他是男士女 叫什么名字 许随意 是个公主 他喃喃道 许随意 许随意 是个好名字 江云朔 在我没同意之前 你不能出现在他的面前 好 江云朔离开了 我更努力地读书 认真地教育女儿 让他对这个世界 有基本的判断 和正确的认知 在他五岁生日那年 我和爸妈商量着 把一切都告诉随意 我说得委婉 尽量在还原事实的基础上 维护江云朔的脸面 可随意听后 狠狠地叹了口气 妈 以后别提他了 渣男贱女就该埋进地里 我没有爸爸 我只爱你 妈 你马上博士毕业了 我和你一起国外吧 你不是想去德国的 顶级实验室学习 寻找办法 早日攻克我国芯片难题 我陪你一起 爸妈都被逗笑 捏捏他的小脸 真是将门虎女 江云朔 我们此生 就此别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